今天非常開心 大家記不記得上次 我們抽獎大家夢寐以求的方向盤 今天我們要來安裝囉 讓我們歡迎幸運的得主KID 哈囉哈囉 妳好 妳叫什麼名字 Alison Alison 哇好可愛喔 妳有沒有很開心 爸爸要換方向盤了 他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方向盤 有他有點頭 我是開2021年的Model 3 後續版 是9月份拿車的 對我還注意到你的螢幕 也可以轉自己轉啊 對的 我自己在家裡的時候就安裝上去 你自己裝 對對對我自己裝 其實不難啦一點都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 我用了大概是20半小時內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試一下 其實一點都不難 今天太太是妳幫我安裝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可以直接把拆下來放上去 我們今天有專業的Steven 來幫我們安裝 我是來自Hanshaw 然後今天由我來為大家來安裝這個YokePan 大家如果說對於一些資深的客戶的話 他想要自己裝 去體驗這種改裝的樂趣 今天可以順便學一下 如果像我這種完全沒有辦法安裝的人怎麼辦 那我們有這個一個網站上面 在上面有各個國家 包括美國各個州都有 大家可以聯繫我們 上面有聯繫電話 然後聯繫我們 我們會分配不同的安裝工給大家 OK 那我們開始了 OK 翔哥 今天的話我們就會用到這些工具 來安裝這些方向盤 然後首先的話我們要選擇這種一字P 這種一字P的話不要太大 因為這個地方有個孔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有個孔 這個孔不能超過這麼大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它是由於鐵絲的 我們穿過這個孔以後 它這個會抵住這個鐵絲 通過抵住這個鐵絲的話 讓這個鐵絲往上面移動的話 它這個地方有三個卡扣 然後來脫離這個卡扣 所以說這個螺絲刀的話一定要用一字P 不能用十字P 如果十字P的話你也是抵不了這個東西的 然後最好是你要兩個一起抵 因為兩個一起抵的話 有時候你抵不了它會這樣 就是要用手去擀硬 所以說比較想技巧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工具的話就是 需要領這個中間這個大螺絲 OK那我們現在開始在車上 把這個原車的方向盤給它拆下來 這個方向進去的話 更容易頂到那個鐵絲 因為你如果不這個方向進去的話 它鐵絲你頂不到的 它左右各一個洞是不是 對左右各一個洞 那兩個都是一致的 對兩個都是一致的 它是對稱的 它那個鐵絲你頂不好的話 它是這個都已經頂好了 這邊已經出來了 看見沒有中洞的 這個它是兩個卡口 這有個卡口 這兩個已經鬆動了 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好那我們現在也要頂這一遍 所以頂進去之後 那個這個蓋子就會跑出來 對它會彈出來 你看你看看到了 好OK現在把它頂了以後 然後呢 裡面的情況的話 就是有這個兩根線 這兩根線的話 也要把它弄出來 這個插頭是負責 負責這個 啊 Airbag Airbag 然後這個插頭的話 是負責這個按鍵的 就是它傳遞按鍵的信號 然後呢 這兩個插頭的話 上下它有一個 有個這種卡扣 要你要同時把這個卡扣搬離 就是往中間 脫離這個 這個倒卡 脫離倒卡以後 你就很很容易的把它 把它給它取出來 頂住它 然後把它取出來 這個已經取出來了 這樣頂住它 然後用 它就是上下夾著 對上下夾著 就這個意思 好 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把它取下來 這個需要有一個人去hold它 因為你在弄這個的時候的話 方向盤它會轉動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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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話 我們把這個已經拎下來了 拎下來了 需要把這個慢慢的移動把它把它取出來 往什麼方向 往外面 這個也是比較一個慢慢的動作 就直接往 對 然後取下來以後 取下來以後 然後要把這個鐵絲把它取下來 然後安裝在這個我們的用盤上面 重點是這個鐵絲 對 這個鐵絲 鐵絲要把這個安裝到我們用盤上面去 拆下來以後 裝到這個上面去 這個 先要把這個螺絲把它把它鬆掉 然後把這個裝到這上面 因為它這個特斯拉本身它也有公差 有時候這個框不太匹配的話 你就要換這個框來把它弄這個把原廠的這個換過來 它這個線和這個按鍵它是連接的 你把它取下來這樣也是可以的 就把這個取下來不用 用我們的按鍵不用原廠的按鍵 就把直接取下來放在這上面也是可以的 假設這個優格盤裡面的這個按鍵壞了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換到第三方是這個有問題 就這個按鍵有問題 然後你要去聯繫第三方這個人 就是相當於是你換哪個部位 哪個部位就不行 就保修不了 那如果說你要保修的話 那就只能把你原廠又換回去 然後它就給你修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點就是 它這個是喇叭 HOME有關的東西 如果你這個地方 它那個後面的這個卡扣 每一個都要卡扣到位 如果沒卡扣到位 你的喇叭就會按不響 所以有些客戶他 他就有這個問題說 你有沒有按不響 其實是這個喇叭這個地方 這個裡面的卡扣比較難難放上去 要裝到位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插回去 要測試一下它的功能正不正常 然後呢現在都快裝完了 然後按鈕的話 我們音樂這個音樂的聲量沒什麽問題 然後呢看一下這個車距也沒什麽問題 車距沒什麽問題 然後長按這個語音沒什麽問題 上上去以後 然後就把這兩個卡回去 這個要比較大的利器 需要兩個人嗎 對需要兩個人 好了拟好了以後 然後再把這個弄回去 這樣上回去 然後再把這個對準這三個孔 這三個孔位對準以後 然後這樣按回去 它有那個倒扣 聽這個倒扣響了以後就可以了 喇叭是響的 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耶 我有個問題 那我聽說有些人在買的時候 有些品牌是必須把自己的方向盤交回去 交換的 這是什麽狀況 Y和3的話是不需要的 S跟X可能需要 對 有價差嗎 430 把他的方向盤給你們 就可以少430塊 是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有點不習慣 有點不習慣 就繞一圈就是出去 一個長方形就可以了 可以 我覺得是比較好轉 只是我現在還不習慣 OK 但是我可以想像到這個方向盆 在V尾上面 一看這樣子 對方 試一下 反正好像更容易 更容易操控 那天太太告訴我 我就是抽中這個獎 其實 第二禮拜就是我生日 真的啊 所以我跟他也說 這個我 你怎樣說 say no 我也要去安裝 我不管 我說 開多元都來 我的那個 那個 birthday game 好 讚喔 今天非常謝謝Kent 也非常謝謝黑秀 再固定回來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得 我會 那非常謝謝大家 那等一下 我們 還有一個驚喜 可能在下次再告訴你這是什麼 哇 好喔 你們